各位好,欢迎来到多伦多口译练习小组2024年2月份的练习 这个月呢,我们的主题是通货膨胀 我知道最近这几年,其实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一直是一个热门词 我们在生活中总听到有人诉苦 在新闻里也经常看到,现在通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人们都在经历一场生活成本危机 而且,对于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人来讲 可能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快的物价上涨的时期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到底现在我们经历的高通胀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经历着物价飞速的一轮接一轮的上涨 比如说食品、日化、汽油等等 好像我们平时需要买的东西基本上都在一点一点的涨价 大家对此肯定都深有感受 但是呢,我们这个收入增加的速度 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比如说,可能我们的年通胀率是8% 但是呢,我们的涨新的频率呢 涨新的这个幅度呢只有2% 也就是说,我们手头的钱的购买力变少了 买同样的东西,现在要花更多的钱 占我们的收入积蓄更大比例的钱了 那说到购买力变少这件事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体现 但是这另外一个体现呢,需要心细才能够发现 很多消费者可能都很难注意到这另外一个体现 我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我特别喜欢喝咖啡 我这几年总是在一家独立的咖啡烘焙房买单品咖啡 但是呢,去年的某个时候 我发现他们家突然停止卖单品咖啡了 当时我还以为是供应链问题 因为毕竟这个疫情期间 供应链出了问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当时我就没太留意 后来,我发现他们家又继续上这个单品咖啡了 价格也和原来断供之前差不多 我就很欣喜,兴兴兴的继续买 我很高兴这一家这个烘焙房的生意行继续做 还没涨价,真是个良心商家 但是呢,我这新买的一批咖啡拿回家 总觉得拿了有点不对 好像包装有点不一样了 然后我想起来,我去年出了一批咖啡的时候 留了一个包装袋做纪念 因为那一批特别难买,我就留下来就是当一个纪念了 然后我拿出去年那个袋对比 今年这一款,发现好像今年的这个窄了一条 我仔细一看这个容量 从340克变成300克了 就是变少了 然后我瞬间就有种被耍了的感觉 我所形容的这种这个包装变小了 并且是偷偷的变小了 这个就是我们我今天的主题 就是缩水式通胀 这个缩水式通胀呢 和普通的通胀是一曲同工的 是一个经济学术语 它用来描述货物减少的经济现象 指的是一件商品的大小或者数量减少 而价格基本维持不变 也就是说 同样的价格 买到的东西变少了 跟通胀是一个意思 这个呢是减量不加价 毕竟如果一件商品的每单位重量 或者体积的总体价格提高了 那购买力,消费者购买力也就下降了 这是一种隐形的加价手段 并且呢也会像像我这样的忠实消费者 有一种商家偷鸡摸狗的感觉 其实商家经常通过改变包装的方式 美其名曰新包装 但是呢偷偷的减少产品的含量 这种这个减量不加价的方法呢 其实最早起源是这个糖果贩卖机 很古早的年代的糖果贩卖机呢 是只收五分钱硬币的 只能往里放个五分钱硬币 然后选自己想要的糖果 它不收别的面额的硬币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糖果生产成本增加了 糖果本身涨价了 但是呢这个机器不能收别的面额的硬币 又把机器全都替换掉 这个成本又太高了 于是呢为这个糖果贩卖机 供货的商家就只好减少产品分量 其实缩水数通胀是无处不在的 可能你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来举几个例子 其实在这几年的时候测纸量减少 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这个通货 缩水数通胀的例子 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写道 在疫情期间 自己一直会买的这个12命牌的测纸 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他在拿出新的一包测纸中的一卷 替换旧的的时候 发现这个新的里面的这个 这个硬纸制成的那个测纸芯变大了 出于好奇 他就量了一下这个新旧测纸 他发现这个新一包测纸里面 每一格纸短了二分之一英寸 还窄了四分之一英寸 但是呢 这个新的一批跟旧的一批 每一包里面的卷数是同样的 每一卷测纸的格数也是一样的 所以包装上印的数据 几卷几格是没有区别的 看着是一样的 但是每格的尺寸按搓搓变小了 所以这个买家呢 一定会用的更快 那上面这个公司呢 通过每卷省一点材料 生产成千上万卷测纸之后 也会节约很多的纸浆 这样的材料和能源 还有一位网友 找出了祖母留下的古董食谱书 他发现食谱书里面写的很多食谱 这个都是50年前的食谱了 现在都很难直接照着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食谱经常会要求用这种东西的分量 跟现在不一样了 比如说食谱中做这个 一面的时候写的是用一整罐的 一磅的番茄 但这个网友发现呢 现在的一罐番茄都没有一磅的了 就只有14盎司 一磅是16盎司 所以呢 这个就给他做饭造成了麻烦 需要换算 还有些时候 商家虽然不改变包装 但是呢 包装里面东西也会偷偷的缩水 比如说蓬化食品 像这个薯片 玉米片这样的零食 可能我们现在买到的东西 包装是没有变的 但是里面的这个薯片的重量变少了 冲的气变多了 你拿起来可能感觉不出区别 并且呢 包装下面印的这个进行量也很小 可能也不会有人记得 到底之前那一批是多少克了 还有就是品科薯片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品科薯片 它是这样一桶来的 以前的时候呢 它这个一桶里面薯片叠叠叠叠叠 会叠的 会一直到这个封口的这个盖子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 你新买一桶品科薯片 可能会看到 这个里面的薯片呢 离盖子就没有充满 就还有几厘米的距离 并且呢 这个薯片的尺寸 也比以前要变小了 但是包装是没有变的 更有甚者 现在呢 我们缩水的 并不只是可以拿在手里的 这种实体的商品 我们所能购买的服务也是 回想一下 疫情前的时候出行 可能现在已经很难想起来了 因为已经过了太久了 但是疫情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算是买经济舱的机票 国际航班 也是可以免费 托运两件行李的 而国内航班呢 也是免费的 机上有可以给一餐 但是 现在出行的时候呢 发现 国际行李免费 只能托运一件了 有一些航班可能一件都不给托运 反正这个托运行李就要交钱 有些甚至随身行李还要收钱 吃的也不免费给了 得买 就是说我们收到服务正在不如以前 而且飞机上呢 就连我们坐的这个空间也在缩水 航班 航空公司 为了把一架飞机有限的空间 塞进更多座位 卖更多票 现在呢 这个座椅之间距离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挤了 就连我这个小个子都觉得 坐经济舱 离前面座位很近 伸不开腿 很难想象高个子什么感受 酒店也不再提供每天换洗毛巾的服务了 现在呢 我们买的这个新盖的公寓楼也越变越小 可能这个新建的公寓的一个卧室的大小 就跟老一些的公寓的一个洗手间大小是一样的了 并且呢 还有很多例子就是质量的下降 生产商生产出一样的产品 但是里面的原料呢 有一些可能用更原价的材料替换了 比如说这个可乐 在美国现在生产这个可口可乐 就是已经不再用折糖作为甜味剂了 而是改用更廉价的玉米糖浆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于商家来说 面对生产成本高涨的时期 缩水通货 这个缩水是通胀 是一种可以不动声色的 将成本嫁接给消费者的方法 研究显示 消费者对价格通常比较敏感 但是呢 对产品的单元价格却相对不敏感 也就是说一件商品如果涨价了 那消费者可以看出来 但是呢 如果他这个没涨价缩水了 消费者不一定能发现 另一方面 每一次产品的革新和改变 对于这个生产商都是要有成本的 那缩水带来的成本呢 其实不只是在生产产品机器上 按几个按钮 说你这次不要忘了放这么多了 放少一点 不是这么简单的 每一次有产品的改变 就需要重新设计包装 印刷新的包装 生产流水线也整个需要调整 产品成本需要重新计算等等 其实也是对于商家来讲挺昂贵的 所以一般商家只有在预期到通胀会长期持续的时候 或者自己的生产成本比如说原材料啊运输啊 这样的成本会长期居高不下的时候 才会出此下策降本增效 这也难怪商家会在这个产品偷偷缩水的时候呢 断供一段时间 不过其实说缩水是通胀这个词呢 其实有一些贬义 所以商家生产商自己是不喜欢用的 他们常爱提到一个概念叫价格包装架构 而这个概念里呢就包括减量不加价 作为消费者 我们要如何在产品不断缩水的时代 确保自己的每一分钱都不要白花 把钱花在刀刃上呢 那我有两个小提示 就是首先我们要注意单位价格 因为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商家会选择产品缩水 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消费者对单位价格不敏感 其实我们在烧市买东西的时候呢 往往这个价钱上会印有单位价格 比如说多少钱一百克或多少钱一毫升这样的 那我们对比呢 不要只对比这个售价 也要对比单位价格 看一看到底是哪个产品的单位价格最值 如果没有印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拿出手机来算一算 看看哪一件产品最值 另外呢 就是超市的自由品牌 一般都是最后开始缩水的 那些比较有名的品牌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品克薯片呀 可口可乐这样的是比较先开始缩水的 那如果要是你喜欢的产品缩水了的话呢 你可以先买这个超市的 这个山寨版的煤牌子的这种产品 最后呢 我想说 其实通胀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了的 我们也要学会不断的 在这种物价越来越高整的社会 让自己不要太过浪费 本身就有限的这个财务资源 我也希望每一位听众 都能够过得更加精明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到日上 非常感谢